其實那時候我的時薪其實才只有一百 一百元 因為我是做那個咖啡廳的 就服務生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時薪一百元 過得其實就是賺不夠多 因為永遠比不上他花的兇 對不對 那因為這個初戀男友 他可能是因為就是 因為後面就一直帶完麻將 所以他都沒有認證在工作 所以他的錢就是可能越來越少 入不敷出 然後他平常要給他媽媽孝親費 所以那時候他那個 那個男友就開始一直跟我借錢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甚至就是 餓到就是每天那時候不是 便宜商店有三十九元的那個 就是搭配組合這樣子 我一整天就吃了三十九元的套餐 就是那個Saven啊 不是一個飲料 配一個那個玉飯糰什麼這樣子 撐好久 好幾年這樣子 好幾年 好幾年 對 然後後面 你這樣餓自己 然後去借錢給他 去滿足他 對 然後就是公司有那種 桶裝那麼甩 或者是拜拜那種免費的 那時候不是有拜拜 就是會雞天嗎 那些都免費的零食 我就狂吃 但平常還是真的都只能喝水 就是讓自己很飽 你愛他什麼 愛他 就是因為他的初戀 就是初戀 愛初戀 對 但是還滿後悔的這樣子 好 Yuna這個 現在竟然已經單身 超過五年了 你說因為初戀 對你影響太大了 發生什麼事 反正就是年輕人想的 那才是學生時期 所以就是想法會比較天真 然後單純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是碰到 那個初戀的男朋友 那那時候碰到初戀的男朋友 就滿好笑的 說其實他們那時候是一大群 然後我們女生是只有三四個 他們男生可能六七個吧這樣子 然後走在路上的時候 然後他們男生有派出來一個人 然後跟我要電話 要聯絡方式這個樣子 對 可能這樣子聯繫了 就是日久生期 然後最後他就是跟我告白這樣子 對 可是這也是一個惡夢的開始 他其實是一個 雖然是一個業務 但是他有基本的底薪 那大概底薪之外 就是要靠一些業績獎金 等等的就是去 讓自己的錢更多這樣子 對 可是就很奇怪 就是他開始就是 應該說也是迷上麻將的關係 所以等於說他就是 不太認真在工作 而且有時候他們麻將一上桌 就是又一直打 打好幾將 然後上訴等等的 就是他可以打完麻將之後 回去換個西裝 然後就直接上班那一種 就是打一整晚 對 然後就是開始 有一點點墮落這種類型的 然後我就覺得說不太行 但是那時候心裡又覺得說 沒關係 就是因為這是初戀 然後就覺得說 他如果有什麼需要 或者是他上面錢 金錢上面方面的問題的話 我能cover就去cover 對 那時候真的是蠻痛苦 因為就是那時候是學生時代 其實那時候我的時薪 其實才只有一百 一百元 因為我是做那個咖啡廳的 就服務生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時薪一百元 過得其實就是賺不夠多 因為永遠比不上他花的兇 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 我那時候還結束咖啡廳的那個 他的碗很好笑 就是這樣子一大缸的碗 一杯咖啡一百二 我的心才一百 然後他因為是一個碗 所以又很燙 如果點熱咖啡的話 很燙 我手會這樣子 會撐不住那個燙 我很怕走的過程中 就是會打翻或抖或怎麼樣 那我那時候心裡想 我打翻了一碗咖啡 那就一百二十塊了 對 對 我一個小時就 白白打工了這樣子 就沒有用 對 然後但是就是因為 他一直不斷的不斷的 就是後面就是因為他一直玩麻將 麻將輸錢 然後工作又沒有去賺業績 所以就是不斷的跟我借錢這樣子 一開始可能就是先少錢 因為就是大家我們會出去吃飯 買一買就是可能小吃 零食那些等等的還好 但後面就是可能他又覺得說 我好像有在賺錢 因為後面其實我又轉到正值 為了他 我去轉到正值 所以我變成說 我可能就是一個月有三萬出這樣子 然後他就開始就索取又更大 就說我沒有吃肉 沒有吃過法式餐廳 就這樣子就是暗示我 沒有吃 這是不是暗示吧 還是明示 暗示他明示 對 然後後來就因為人太好 好心情的就是覺得說 好吧 你都那樣講 因為沒有其他人去對照 就覺得他講得好像就是 真的很需要 然後就等於說 我也是一樣就是 可能他那時候就開始小吃 就開始心情 他會去買 會去花 然後但是變成就是 每次好幾千塊的就是我 我去付 我去花 然後晚上就是去吃大餐這樣子 然後就是那時候就是 因為他一直跟我借 然後甚至是他去借完之外呢 他的家人也會跟我借 因為他有所 家人也跟你借 對 曾爺 你這不是學生嗎 對 我是個學生 那都是個學生 然後他應該是說 他其實他哥哥那時候 因為有在上班 但他哥哥是滿有 應該就是說就是他會借 但是他也滿有責任的心 會還 就見到我的時候 他會說那個 我下個月領薪水的時候 我還給你 他是的確講到 就是如期做到就滿好還 那因為這個初戀男友 他可能是因為就是 因為後面就一直帶玩麻將 所以他都沒有認證在工作 所以他的錢就是可能越來越少 入不敷出 然後他平常要給他媽媽 消清費 所以那時候他那個男友 就開始一直跟我借錢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甚至就是 餓到就是每天 那時候不是 便宵店有三十九元的 那個就是搭配組合這樣子 我一整天就吃了 三十九元的套餐 就是那種7分 不是一個飲料 配一個那個 預飯糰什麼這樣子 撐好久 好幾年這樣子 好幾年 好幾年 對 然後後面 你這樣餓自己 然後去借錢給他 去滿足他 對 然後就是公司有那種 桶裝的水 或者是拜拜那種免費的 那時候不是有拜拜 就是會吃甜嗎 那些那種免費的零食 我就狂吃 那平常還真的都只能喝水 就是讓自己很飽 你愛他什麼感覺 他自己也是因為他的粗戀 就是粗戀 愛粗戀 對 但是還滿後悔的這樣子 其實就是沒有像他們一樣 就是這麼浪漫的那種感覺 反而我覺得有時候回想起來 還會滿想哭 滿難過的這樣子 我那時候還滿瘦的就是 因為我現在很胖 所以大家不要看 我那時候還滿瘦 我同樣身高 一六三 一六四 但是我那時候不到四十 我三十幾 我甚至是比一般藝人 你可能你們看過什麼 蔡依林 莎爾萱 我可能比她那麼高 但是我還比她滿瘦 但是我完全那麼瘦 都是為了能就是 能挽回愛情 能見她一面 然後讓她喜歡我 因為她後面的時候 其實因為我自己就忙於 一直工作 忙於賺錢給她 所以她其實後面 就有喜歡別的女孩子 所以我那時候就有稍微跟她 就是說那我錢應該還我這樣子 她就沒有還 然後甚至還會很生氣的 跟我講說就是 你怎麼樣 現在開始要錢 我怎麼樣了嗎 我們還要在一起嗎 就是很兇我這樣 而且她身上從頭到尾 不管是她的公式包 她的皮夾 她的衣服等等的 從頭到尾 通通都是我買的 她後面到後面 非常的墮落這樣子 那這麼慘的戀情 妳還撐了六年之久 為什麼 就是因為初戀 對 而且 對啊 就是那時候 還好很慘的事 就是例如說的是 因為我有時候見車 那個錢 你知道一開始 即使是十星一百 然後到後面 即使是上班族 但是那個錢我都會想要省下來 然後就穿著高跟鞋 然後從她家走回我家這樣子 對 有時候工作到很晚 因為我為了她想要加班 多賺一些薪水 十星等等 我也是沒見車 就不能搭建車 然後公車 末班車也走了 也是就是穿著高跟鞋 這樣走回來這樣子 為了她就是 不知道哪裡來的勇氣 這樣子一直省下去這樣子 那她後來就喜歡上別的女生 對 然後她喜歡上別的女生 然後也沒有特別跟我說 然後反而是 後面她跟那個女孩子 有沒有某個女孩子 反正就是結婚了 還結婚了 對 然後我還是衝 那女兒救了一命 我告訴你 她救了一命 好像也是 我後面真的覺得很清醒 對 我還滿開心的 對 但是不要有那一段出現 我還是不想要這樣子 而且我知道她結婚來 是就從那個 其他以前的朋友那個連說 同說的連說 這樣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連連 她沒有主動給妳講 對 那那後的時候 後面是真的有喜歡別的女生 可是她沒有跟我講到結婚 這樣子 OK 對 然後後面看到 就很心碎碎 就是這樣子而分開這樣子 妳是撐到她結婚了 妳才放手 那時候是初戀 所以很盲目 其實她有喜歡的女生 為當作每這回事 有時候可能是這樣 薇洋晴 為什麼這個男的 都不知道 只有心懷感恩 還這樣子惡待她 她委屈也不能求全 完全被吃定了 她就是個很刺濕的人 唉唷 妳怎麼這麼衰啊 我聽了 聽了都生氣 拳頭都硬了 人會一直上癮 人只有在談戀愛的時候 多巴胺會大量的分泌 特別是初戀的時間最長 所以妳長時間認為說 我一定可以克服 我可以改變她 可以改變她 其實是不行的 多巴胺也不能改變人 多巴胺只會改變妳的大腦 它是一種天然的腦肺 這樣只會讓妳覺得 一切都還是有希望 我為她犧牲 我給她錢 其實是為我們的愛 其實都不是 那只是妳自己的幻想 其實這個人從頭到尾 她都沒有改變 所以有人幫妳接手了 是一件好事 解脫了 真的 應該早一點接手 脫離古海 委屈沒辦法求全 愛得這麼卑微 只是會結果更慘 妳後來 還遇到一個蠻可怕的追求者 對 還要比她更可怕的 後面那個反而有點暴力傾向 對 真的我覺得更可怕 那她其實就是 因為後來就是 其實後面就是 因為那一段初戀後面 有點消沈 焦急了很長的事件 然後是我朋友就看不下去 有一次就是請我代辦 然後就想說讓我走出 那個就是陰暗的氛圍 因為那時候就躲在家裡 如果別人一直狂哭 所以那時候受到不到四十公斤這樣子 然後就是去接了活動之後 中間有遇到一個就是 她算是一個小老闆 那個真的是一個 很小的店的小老闆 我其實一開始 我也不曉得就是 那個小老闆又喜歡我 因為她的女朋友也在現場 我們是在同一個 就是同一個區域工作的 我根本不會去想這些東西 而且我人就是那時候 可能因為出現關係 就是對感情完全就是麻痺 麻痺麻痺 就是想要把自己封閉 不想再受傷這樣子 所以但是她直到後面 有一次是在我面前 就是罵她那個女朋友 就為了小事罵她女朋友 然後女朋友當下就哭了 然後她就是跟她 就可能因為小事情 就故意把那女朋友罵走 罵分手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 因為我只是請來的 我就很尷尬 我就說好好 那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 我就很這樣子 就是讓他們自己去處理 可是真的下一次 我過去的時候 那個她的那個女朋友 就不在 就沒有就沒現場 然後就只剩我跟她 然後就是把所有的阻力 通通都截掉之後 然後就是故意 一直製造機會 然後就是拚命的 就是後面才跟我說 就是喜歡我這樣子 但是我完全不曉得 她在中間 有一些奇怪的一些徵兆 就是例如說 我會陪她去看 其他的生產線這樣子 就是例如說 坐健身車到處去看 然後後面就是有時候 搭公司就是員工一起 就是就是有點像小聚會 一起來討論 就吃個飯這樣子 然後他中間裡面 有個就是RD RD就是比較不會 不善言語 比較不會講話那一種的 然後沒想到那個小老闆 會故意就是壓榨 那個RD 就是說你這個網頁做不好 你這東西怎麼樣 這樣這樣 他不喜歡 然後甚至是罵他 直接是先生讀人 就罵他這樣子 然後就說那我 你上個月薪水我不付 對而且那時候很好笑 是那時候就是大家在 那時候就覺得這個人 有點奇怪了 行事作風是不太合理的 對 但是又因為那時候 就是心裡也是比較 我就是比較乖乖的那種類型 然後人家講什麼就聽什麼 但是有覺得怪怪的 可是不知道怎麼去講 不知道怪在哪裡 對 因為對方的聲音很大聲 然後又故意惡人先告 然後就是有點詐騙那樣 而且那天吃飯的時候 那個因為RD他就是比較 就是害羞那種不好意思 他在台灣娶不到老婆 所以他娶了一個荷蘭老婆 然後荷蘭老婆 荷蘭喔 對 那麼厲害 然後可能買來我不知道 我可能用什麼方式 對 買來的 然後就是那天聚餐的時候 大荷蘭老婆 那一天是來台灣第一天 那你要看看那一個人 就是外國人來到就是台灣 他沒辦法工作 因為我們當場有對話 語言不通 而且我們講什麼都聽不懂 然後竟然還不給他上個月的薪水 然後老婆住在台灣 住要花費 吃要花費 然後老婆又沒辦法講台灣話 沒有辦法交流這樣子 怎麼打工 然後那時候開始覺得怪怪的 然後就是甚至是那個 拚命的就是到處來賭我這樣子 然後如果 然後後面我有請 就是我姐姐的朋友來保護我 可是他只要一看到 我那姐姐 因為那個是男生 他只要一看到那男生不在 然後如果 因為那時候我躲了也有一個月多 躲了一個月多 我想說應該還OK吧 可是妳還在上班 還是已經沒在上班了 那時候就盡量避免外出 因為開始就是他 因為喜歡我 就是我愛不到 然後他開始就很暴力 而且他很暴力還有一點是 就是例如說他有養隻很大的狗狗 然後那狗狗可能過馬路的時候 過到一半 然後他就直接就是趴下去 就不過 那通常 也不至於說你會打那個狗吧 一般愛狗的人 就是你會養狗 也不至於會打狗吧 他就照樣打狗 把那個狗打得就是很可憐 那種每天哀哀笑 那種就開始覺得有暴力傾向 真的是有暴力傾向 對 然後就是因為他看到 有男生就是守護我 就是之後有賭到我 單人賭到我的時候 然後就把我用拉的 然後就是去撞旁邊的牆 然後那時候是大白天 我那時候還有記者 印象很深刻有一次 因為有幾次我被抓到 可是有一次是連保全 就是其他家的地方 旁邊的保全都在那裡 然後我看到了 我也說幫我報警 我那時候真的很難過 幫我報警 可是因為那個人 那個男生就是會 故意先生多人就說 沒事 是感情的事情 你們不要吵 好 沒事 沒事 然後他就這樣道歉 然後走 走 就幫我一邊拉走 一邊就是 就是把我遠離那個現場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已經在求救了 為什麼不幫我報警這樣子 還有幾次也會在餐廳 就是因為知道我家住哪裡 在我家附近的餐廳 這樣堵我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是 甚至是我 甚至還請路邊的見車 就是幫我報警這樣子 因為他就是整個手這樣子 拉住 困住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那天還下大雨這樣子 然後路人不多 可是我後來朋友也有出來 就是幫我制止 就是讓他不會有那種 就是對我有自體動作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 計程車有經過 我通通就說 幫我報警 因為計程車是OK嗎 他的車子可以開走這樣子 但是他每次 都是很大聲就說 你報警啊 來啊 誰怕誰 他就這樣子 他會很兇那樣子 可是每次到警察來的時候 他就走了 他就找理由就走了 會更好這樣子 這個真的就是恐怖情人 男生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